涉及贪腐指控的前财政部长敦达因因身体健康问题 导致其案件进展一拖再拖 然而反贪会主席丹斯里·阿展巴基表示 一旦敦达因康复出院 将立即被提空上庭 据阿展巴基对英文星报的回应 他表示由于敦达因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目前无法立即提起诉讼 他透露 反贪会已获得总检察署的批准 原计划于上周将敦达因带上法庭 但因其病情而取消了该计划 阿展巴基指出 反贪会的官员当时已经联系了敦达因的代表律师 并告知了这一决定 不过 官员未能得知敦达因住院的具体原因 也未能与医生取得联系 尽管如此 阿展巴基强调 一旦敦达因康复出院 反贪污委员会将迅速提起指控 并将其送上法庭 他表示 目前 我们将继续密切观察情况 但最终我们将确保敦达因在法庭上接受审判 敦达因的妻子纳以玛的代表律师昨日指出 其当事人可能需要陪同 有健康问题的达因出国治疗 乌统最高理事 拿督补爱敦促已迈入98岁高龄的前首相敦马哈迪退休 已变为年轻一代领导人 特别是马哈迪的幼子 拿督斯里木克里兹 铺平道路 博爱在最近的一篇脸书帖子中指出 马哈迪未维持自身影响力 而参与在国家王宫外举办的集会的行为 他说 蹲 休息吧 在第十四届全国大选惊人表现后 蹲的形象 就直线下滑 后来他创办祖国斗士党 最后在佛罗交仪失去安贵金 此外 博爱还质疑敦马哈迪 是否可能患上政治阿兹海默证 并指出两天前的记者会中 马哈迪并没有因为 其长子米战遭受反贪会调查 而感到不安 蹲马之前功绩累累 包括推翻国阵政府 够了 蹲 就让木克里兹和其他年轻人接手吧 马哈迪昨日与数百名民众 一同在国家王宫外集会 向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提成备忘录 同时呼吁关注穆斯林社群中 频繁发生的自杀和杀害父母等 违背伊斯兰法的罪行 在集会上 马哈迪发言指出 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家管理的问题 导致社会过于压抑和失去依靠感 就像刚才伊斯迈宗教师所说 现在的情况搞到马来人自杀了 这不曾发生过 有17名马来人自杀了 有的杀了父母 这是因为他们过得太压抑 他希望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 能聆听人民的心声并采取行动 改变国家现状 马哈迪明确表示 他今天的出现是为了与人民同在 关心社会问题 在被问及是否谋求撤换当今政府时 马哈迪直言 这是国家元首的权利 应当由国家元首来决定 根据报道 由于这场集会没有事先向警方申请 警方近期内将传召主办方录工调查 敦马在周一的记者会上 挑战首相安华立即举行大选 以证明自己身为首相的实力 然而 选举委员会前副主席 拿督斯里旺阿末对此提议提出了批评 认为这并非有必要之举 而且会对国家造成不必要的财政负担 望阿末指出 举行突发选举需要巨额开销 而距离第十五届全国大选 还不到两年的时间 他强调 上一次选举耗资了7亿2500万令吉 这笔钱本应用于解决水灾问题和国家的发展 而非用于满足某些政党的政治利益 我很惊讶马哈迪提出这样的建议 他是一位政治家 他知道好与坏 以及如果在国会任期的第二年举行大选 对国家的影响 只是想释放愤怒 让人民成为国家财政的受害者 这是不对的 应优先考虑国家的稳定和人民的福祉 汪阿默进一步补充说 解散国会的合理时机 是在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 因为这时人民最能够评估政府的表现 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 也不公平 给政府和首相至少两年的机会 为国家做出最好的贡献 大马反贪污观察组织MCW指出 马哈迪声称 政府首相难以被调查 事务导和毫无根据的说法 该组织总秘书罗斯迪·阿米尔 在文告中强调 反贪会曾在2015年 对时任首相拿督·斯里·纳吉进行调查 最终导致纳吉被法庭判罪 罗斯迪·阿米尔指出 不仅如此 2018年7月 反贪会还就健康思维基金会 Nielsen Echo Beauty案 调查副首相拿督·斯里·阿默扎西 尽管阿默扎西在吉隆坡高庭被宣判有罪 但新的调查并未结束 涉及部长和前部长 包括来自朝野政党的人士 数不胜数 他批评指责反贪会选择性调查和提控的说法 站不住脚 因为多个内部机构 独立监察组织和执法机构进行了调查 并未发现反贪污会有不当行为 关于反贪污会首席专员阿战巴基持有股票案的指控 罗斯迪·阿米尔强调 有不少于六个内部机构 独立监察组织和执法机构进行了调查 均未发现阿战巴基犯下任何错误 他表示 指责并没有根据事实支持 针对敦头衔人士的子女被反贪会官员威胁 如不申报财产将被监禁五年的指控 罗斯迪·阿米尔解释称 根据2009年反贪会法令 任何故意忽视或不遵守反贪会通知的人都属于犯罪 他强调 这并不是威胁 而是调查过程的一部分 反贪会官员通常在当事人面前宣读相关法令 以确保其知情 在前首相马哈迪声称马来人将在十年后消失之际 经济部长拉斐兹强调他坚持汉都亚的信念 及马来人永不会在世界上消失 拉斐兹昨日通过脸书发文说 马哈迪的警告与马来民族英雄汉都亚的信念相悖 我相信敦马会继续秉持这般政治企业权力的论述 但我选择遵循汉都亚的信念 及马来人永不会在世界上消失 拉斐兹认为与马哈迪的言论相反 目前的情况给予马来人更大的信心 他指出与50年前相比 马来人在我国建立了庞大的中产阶级和专业群体 成功证明他们有能力通过政府对教育的投资 实现社会流动 在面对当前经济领域的挑战时 拉斐兹强调 马来人需要思想准备 理解经济威胁并非来自国内非马来人 而是与全球经济相关 若马来中产阶级的成功 是通过再大企业打工所获得 尽管他们的能力很高 但他们在与非马来人相比下 却从未认为自己在经济领域占主导地位 拉斐兹指出 马来中产阶级创造财富 必须以竞争力和发展永续业务为核心 他反对心腹人和快速致富的观念 强调马来人在创造财富不应该走捷径 下 Prix是电话 大阶级创造财富不应该走捷径 特别门 从未认为找导致孔的 并且通过 大阶级创造财富不应该走捷径